是这样的 那么这是为什么要这样写 大家会问 这样写有什么好处 你虽然说书法上 历史的书法家们都是这样写 所以形成一个笔顺的一个秩序 也形成一个法则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写 我告诉大家 心字 这个心字 我们后面节目当中 要向大家介绍这个心字 这个心字 所有跟心字有关系的 跟心情有关系的 才有这个心字 如果说 跟心字没有关系的这个 壁字 它不应该是心字加一片 所以大家看 必须的壁字 跟心字 没有一个 必然的联系 所以它不是心字加一片 很多人错误的笔顺就在于 把心字写完了 然后 在这加一片 这是错误的 这是不能用的 这个方法是错的 还有人这样写 常见的 错误笔顺 写完这一笔 写这个 写完这一点 然后在这加笔 最后再加这个点 也是错误的 不能用的 所以这是最常见的两种错误的笔顺 当然还有很多 还有人先写下面这个弯钩 然后再写这个 再写这个 等等 这都是错误的 可以举出若干种 但是常见的是前边两种 所以我特别提醒大家 写壁字的时候 千万不要这样写 而且这样写的话 字形不美 非常的不美 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笔顺的三要素 三法则 就是既要简洁 又要准确 又要行美 那么你这样写的话 这个字形既不能迅捷 又失去了行美 所以我们再写一遍 这个正确的笔顺 大家看 注意这个钩啊 调起来说 这是有笔法的 我们写完再说 具体的笔法 一点 看 这三个点 注意看 都有锋芒指向 你看 这就看出来 这个字的笔顺 这个点 像这干嘛来 是找这个点来 这个点挑剂笔方 干嘛 是找这个点来 是这么一个 一二三 这就看出来 在楷书当中 仍然存在这样的一个 笔方问题 那么行草书就更严重 所以大家在写这个字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 这个字的 它的一个基本写法 正确的笔顺 然后我们说一下 这个字的 中间的这个主笔 这个字的主笔不是这一片 注意看 不是这一片 这一片写完之后 这笔是主笔 注意看啊 这笔在写的时候 叫抖 不要像新字 像写那么长 写那么宽 抖 这叫起笔 起空 看 是这样 它比较短而抖 再起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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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 我们单写这个主笔 这一笔 让大家看看 这个笔法 这是万力的功夫 下的一笔说 可以看 这样 到这儿起笔 万转 转万 如果不转万的话 这个方法你画不圆 所以转这笔的时候 是个功夫 有时候你看一遍 就得看清楚了 但是让你实践 落实在你的笔下 这需要一种时间问题 大家再看一看 这个字的 整体写法 是这样 是这样转过来的 起笔 这地方是尖锋 然后 在这地方插笔 是这样 好了 我们现在向大家介绍一下新书的写法 不过告诉大家 当这个字 楷书你写好了 新书不难以 只要把楷书写好了 新书字就快了 新书是这样写的 这个笔字 新书是这样写的 所以你看它的笔顺是一样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管楷书还是新书 包括后来的草书 都是这两个点啊 把这个笔子衬起来 左右衬起来 千万不要把这个钩啊 这个钩啊 写宽了 点点到这里边来 这就坏了 有人 就是外行 他写完这个 这个笔子是这样的 他这笔出来太长 笔顺也是对的 然后想要是这样 这个字就坏了 这就奇丑无比 一定要把这钩写短了 目的是非把这两个点放出来 所以我再敲一遍 这个笔子这个钩 一定不要写长 是这样的 所以写出来之后 想一朵 兰花是 非常的漂亮 这个笔子再看一遍 所以写书之后 每个字写出来都不会一样 书法的有趣味就在这里 他写出来之后 高手写出来 却有很多相同之处 又有很多不同之处 总是大同而小异 大同那是书法的法 不同那是个人的风格 和一个书家独有的那种精神面目 因此书法才有了一种 让大家痴迷 如痴如醉的这种感觉 我们现在向大家介绍一下草书 草书的笔子 其实跟兴书没有什么差异 但是主要是笔意上的差异 笔意 我们向大家说笔意 有些兴书字 和草书是一样的 为什么分出兴书和草书来 就是因为我们经常在写兴书的时候 参用了草书的笔意 尽管这个写法是兴书的 或者兴书和草书没有差异 但是通过笔意法要分出来 草书和兴书 我们先举个其他的字 向大家解释一下 比如说皇帝的皇字 这个皇帝的皇字 大家看兴书是这样写 你看草书呢 也没有多大差异 其实行书这样写 也无所谓 但是这是行书 这是草书 为什么呢 笔意上不一样 行书写出来之后 它总有几分庄重感 而草书那种随意性 却让你感觉到是草书的笔意 那么我们在介绍笔子的时候 大家注意看 也是这样的 你看行书的这个笔子 相比之下 是这样的 这不很撒放吗 到草书的时候 却给人感觉到 是一种漫不经心的 一种更随意的 而且并不特别讲究笔法 大家请注意 好像不讲究笔法 实际上草书 非常的计较笔法 如果不计较笔法 也就没有草书可言 草书总给你一种漫不经心的 是一种坦率的 是一种自然的 然而 你要想达到这种 在自然当中 坦率当中 写出非常高妙的笔法来 你就得更下一番 非常艰苦的努力 下功夫 所以草书在这个方面呢 比如说到这个地方 它可能是这样的 还有人写笔子呢 是这样的 草书当中 就发现这样 它直接不管过这个方法来 它不从这过来 它就从这个地方就起手了 我们见过这样写笔子 大家可能说 这个你 我在书法大字典上没有见到过 我告诉你 你手里拿的这本书法大字典 太有限了 它对草书那些写法 那个不能是完全概括的 只能是介绍其中一部分 包括我们现在 在电视在这个网上搞这次讲座 也是只能介绍部分写法 不能够完全把草书的各种写法 都向大家介绍 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也是限于我本人的学识 和实际书法水平 因此我向大家说 这个笔子在草书当中 可能是大体差不多的 但是你要去看 在笔译当中 却有很大的差异 草书就更加的放纵和 率真一些 还有一些个 这个草书的写法呢 可能稍稍的笔顺当中 有一点区别 就是先点这个点 后写这个 点这个点 后写这个 这样也是有的 因此我们 在介绍新草书的时候 告诉大家 笔子在草书当中 没有明显的差异 但是 却又在笔法上 有非常大的不同 关于笔子的 凯兴草的这种写法 我们今天暂时 向大家介绍到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的sca 嗯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